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百二十万快速充电 甚至也有厂商做到两百四十万快速充电规格 以往循环充电五百次的旧规格 也进步到一千五百次以上高功率充电后 仍有百分之八十的电池健康度 加上目前各品牌手机也都会做充电保护以及智慧充电排程 因此几乎不用太过担心过充等问题 一切正常使用即可 不过专家仍表示 充电过程中仍要特别注意以下三点 一 远离潮湿与高温 温度仍是电池最大的杀手 边充电边使用容易造成设备温度增加而伤害电池 充电器与充电线也要避免受潮 以避免接点氧化等危险 二 锂电池虽然技术已经进步许多 但先天特性使然依旧不建议让电量太低 以确保锂电池不会因为电量过低而产生假死现象或膨胀 若长时间不使用可将设备直接关机来避免电池电量耗尽 三 务必使用安全合规的充电设备 有些品牌智慧型手机标配已不提供充电器 因此不管是沿用旧有充电器还是购买新的充电器 都要注意是否通过安全检测 太老旧的充电器也建议适时态换以侧安全 尽管电池技术不断精进 但电池仍属耗材 不管是智慧型手机内建的电池 还是外出携带的行动电源都建议二到三年进行更换 健康生活编辑部 谢谢收看 健康生活关心您的生活健康 请订阅、点赞及转传